好,那個要拜託河馬幫我先第一頁放出來 我就是坐在那個敬拜的後面那部分 各位弟兄姊妹,我們先來看一段聖經 我們翻到聖經在約翰福音第10章 我們先來讀1到6節 請各位弟兄姊妹,我們先翻開聖經 我們要來讀約翰福音第10章1到6節 好,翻到的話,我們一起來讀神的話語 請 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 人進陽圈,不從門進去 到從別處爬進去 那人就是賊,就是強盜 從門進去的才是陽的牧人 開門的就給他開門 陽也聽他的聲音 他按著名叫自己的陽,把陽領出來 既放出自己的陽來,就在前頭走 陽也跟著他,因為認得他的聲音 陽也跟著生人,因為不認得他的聲音 必要逃跑 耶穌將這比喻告訴他們 但他們不明白所說的是什麼意思 阿們 好,我們一起來祷告 上帝啊,求祢真的是幫助我們 聖靈啊,求祢來運行在我們當中 打開我們的心眼 主要讓今天我們的心眼 因著祢的話語 主要得到滿足跟喜樂 神啊,也求祢讓我們靈裡面滿足喜樂之後 我們可以結出那基督聖靈九種果子 在我們所在的家庭舉展上 能夠或者在學校當中 來見證你的道,活出你的榮耀 告奉靠主耶穌得聖的名字哦 阿們 今天呢,正告的題目是 好默认耶穌 為什麼會有這個題目呢 大家如果還記得去年2019年 我去了一個基督教大學去服務 那是聖約翰大學 它是屬於聖文會體系的 聖文會體系呢,他們會過一個所謂的節期 那現在各位你知道是什麼節期嗎? 聖約翰大學 他們有一個非常特別的專有名詞 叫做大齋節期 大齋節期聽起來有點 怎麼好像聽起來不太像是基督教的一個用詞 但事實上它就是 而且因為這是從天主教的時代就會有的一個節期 那這個節期它為什麼會有呢 就是因為要紀念耶穌受難之前的將近40天 這個時刻我們要預備心 透過在這四天當中 要更深的與神清淨思想 耶穌為什麼要為我們受難的這個意義 所以很特別的是 這個禮拜剛好是所謂大齋節期的第四個禮拜 然後呢,在其他的禮拜 你會看到不管是天主教、聖公會 他們的主任牧師或者是他們的神父 他們就會有披一條帶子 那個帶子通常是紫色的 唯獨在這個禮拜他們披的帶子不是紫色 他們是玫瑰紅色 我就查了一下為什麼 你們知道嗎? 因為原來在這個禮拜 他們是稱為是一個非常喜樂的時侯 因為這個禮拜他們也會講論的主題 就是我們今天要講論的主題 耶穌是我們的好牧人 那在這樣的一個時刻呢 我也是在聖靈的帶領之下 就找到了這一篇今天我們剛剛讀的經文 就是約翰福音第十章 第十章都在講這個事情 那剛才呢我們剛剛看到了 我們耶穌講的一個比喻 他說到什麼呢? 欸?對不起我按了什麼? 他說到說你看喔 他說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 人進羊圈不從門進去 到從別處爬進去 那個人就是誰? 賊 然後呢 而且還是強盜 然後呢 從門進去的才是羊的牧人 這聽起來其實蠻正常的對不對? 蠻簡單的 我們雖然沒有牧過羊 但是也知道他在講什麼嘛對不對? 然後呢 後來耶穌還什麼時候呢? 他說 開門的就給他什麼?開門 然後呢 羊也聽他的聲音喔 他按著名叫自己的羊 把羊領出來 既放出自己的羊來 就在前頭走 羊也跟著他 因為認得誰的聲音? 認得那個牧羊人的聲音喔 羊也不會跟著生人喔 因為不認得他的聲音必要淘寶 但是耶穌把這個比喻告訴了 這些法利塞人啊 還有告訴了其他的人之後 他們不明白是什麼意思喔 很奇怪 所以羊圈是什麼? 你們知道嗎? 羊圈是什麼? 羊圈是什麼? 就是把羊圈起來的地方 對啊 就是把羊圈起來的地方 所以各位也看得到嗎? 這是在國外拍的 你們看到那個羊 我相信那個文翔哥 你們應該會更比較常會看到這個景象 不知道澳洲那邊他們看得到嗎? 應該看得到喔 然後這羊圈你看 序幕你看 旁邊有這個圈 羊圈為什麼會有羊圈啊? 對 其實是為了什麼? 為了保護羊喔 它不是要去 挾制羊幹嘛 而是為了要什麼? 保護它 因為你知道在野外會有什麼? 會有狼啊 會有那些奇怪的動物 想要去把羊吃掉 所以這是圈羊羊 也是保護羊的一個地方喔 然後呢 那我們要怎麼進去羊圈呢? 各位剛剛你看到那個羊圈 它有到處圍了籬巴對不對? 能夠進去嗎? 進不去 一定要怎麼樣? 要有一個什麼? 門或者是橋 它這上面是一個橋 但是就是一個進去的 英文是什麼? get 進去的一個砸口 那你一定要有門或者是一個砸口 你才可以進得了這個羊圈 要不然 你只能爬籬巴進去 對不對 好 所以呢 我們看到 聖經當中 耶穌怎麼跟大家說 他說 要從什麼? 從門進去的 才是什麼? 羊的牧人 要不然呢 別有用心的人 他能夠從門進去嗎? 不能 為什麼? 門會上鎖對不對? 門會上鎖 門通常也會有 正常來講 當然會有把守的人 要不然不會給他開門 如果在更早期的時代裡面 你要進到一個城堡 進到一個什麼地方 你那個不知隨隨便便進去的 有一個開放的一個時間 所以耶穌他說到說 你要從門進去的才是羊的牧人 然後呢 小偷跟強盜他也會什麼? 心懷軌跡嗎? 心速不正 他也不敢從門進去 他都是從旁邊 來做一些 挖地道 或者是爬過去 所以呢 還有從羊進去 那另外一種就是什麼? 不從門進去 我剛剛講的 不從門進去 那種就是什麼? 賊強盜 好 那其實我們就在當中也看見 兩種不同的一個景象 請問 好牧人是從門進去對不對? 那好牧人要帶著羊去幹嘛? 吃草 吃草 他要帶牠去不管是吃草 不管是要帶牠去運動 都是有牠的目的 就是為了要幫助羊 越來越好 對不對? 不管牠是將來要剃毛 我幹嘛 但是重點是為了是要為羊好 那但是呢 賊呢 強盜呢 他要對羊做什麼事情? 偷走 他要偷走羊幹嘛? 賣 賣掉 然後呢 宰殺掉 然後可能就是對 對牠是不好的 對不對? 因為呢羊就是怎麼樣 會失去了生命 羊在好牧人的帶領之下 牠會很開心的去什麼 吃草啊 喝水啊 慢慢越來越大 當然可能會貢獻牠的羊毛啊 然後貢獻牠的羊奶 但是呢 原則上呢 好牧人會隨意的去殺害羊嗎? 不會 因為那是牠的寶貝 好牧人之所以是好牧人 就是因為這些羊都是牠的寶貝 而且各位 你們有沒有 剛剛讀到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在我們前面喔 前面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說 好牧人怎麼跟他的羊有一個關係 好牧人他是按著 他的名來叫自己的羊 欸好牧人認識自己的羊欸 喔 小王小周 梅利 約翰 威廉 他會知道羊的名字欸 請問 請問如果不是 好牧人 他只是一個 一般的故宮 他會認識羊嗎? 不會啊 我只得來做工作的啊 我把牠 牠吃好喝好就好了 我幹嘛要認識牠 所以你就知道一件事情很特別喔 好牧人跟他的羊是有關係的喔 而且呢 羊是知道好牧人是誰 羊也什麼 認得他的聲音喔 所以呢 當盜賊來的時候 盜賊來的時候 他要把羊偷走 羊會乖乖的嗎? 不會 因為羊不會跟著什麼 生人 也不認得他的生命 會要怎麼逃跑 好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前面這個比喻的部分 所以很奇怪齁 大家都很聰明欸 你們比那個時候的 法利善人跟以色列人的百姓都很聰明喔 這樣講比喻你們都聽得懂了對不對 可是 可是 以色列的百姓他們為什麼不明白呢? 為什麼不明白? 你們覺得他們為什麼不明白? 你們覺得他們 你們剛剛聽得很明白吧 對不對? 然後其實我講的也不是什麼很高深的 什麼大道理啊 也不是要寫什麼數學公司 但是一直寫一直寫 為什麼 為什麼以色列百姓不明白? 你們有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其實很簡單的比喻耶 為什麼以色列百姓不明白? 好奇怪喔 因為以色列百姓他們有經歷過這樣的牧羊人嗎? 他們其實有經歷過耶 他們有經歷過向誰的帶領? 摩西 哇 我真的在前陣子聽到那個 不管是自己研經陽 或者是聽牧師的他的分享也好 就看見摩西他真的很不容易 對不對? 我們在聽著主日講道的時候 摩西要帶領兩百萬人去出埃及 各位弟兄姊妹 你想想看 我們不要想別的 我們不要想別的 有的時候我自己在帶那個班上 我就跟那個 有時候跟班上的小朋友講 我說你們才幾個人? 才七個小朋友 我都已經搞到頭髮又擺了好多根這樣子 你看摩西耶 摩西他不是帶七個人耶 摩西帶幾個人? 他是帶兩百萬 之前曾經就有過歷史學家 他們就統計了 你知道兩百萬人是什麼樣的一個景況嗎? 就是從基隆出發 第一梯隊往前走 走到新竹的時候 最後一個梯隊還在基隆 對! 是這樣的一個景況耶 這麼龐大的一個部隊 你帶七個人就會有這麼多問題 上次牧師他講說 可拉那一黨對不對 兩百五十個首領 你看那個其實每一個首領 都是極其的得告望重 每一個首領將近都要帶到快一萬人耶 就算沒有一萬也至少有七八千人 都很厲害 在軍隊來講七八千的部隊 都可以是一個獅人你知道嗎? 都是師長的角色了 哇賽! 所以你知道摩西帶了很多人 摩西他也花了很長的時間 求上帝的幫助 給他智慧能力 所以上帝在摩西過去的年間 他預備了摩西多少年? 八十年的時間 八十年的時間才預備了這樣一個領袖 然後又是極其謙卑又有愛心 帶著他們出埃及 跟著他們一起在曠野流浪走走走走 走了四十年 他沒有丟下他們 神也沒有丟下他們 真的感謝上帝喔 所以我們看到其實是 以色列百姓以前有過好牧人的榜樣 但是後來呢 後來以色列百姓就忘記了 他們跟上帝要什麼? 後來要王對不對? 要讓一個王來管轄他們 請問王跟好牧人的差別是在哪裡? 好牧人認得他的羊 認得每一隻羊 他愛護他們 把他們當作自己的什麼 孩子一樣看待 那王呢? 當然在中國有一句古話說 要愛民如此對不對? 可是各位 當我們翻開歷史來看 有多少的皇帝是真的愛民如此 好少 真的好少 大部分的皇帝把自己的子民當作什麼? 當作工具 當作工具一樣的來管理喔 所以真的 在當中裡面 你就會發現一件事情 當以色列百姓已經離了出埃及 這麼久了一段時間 時間不斷的過去 雖然他們有摩西五經 可以在當中裡面 看到過去的歷史 發生了什麼事情 神如何的作為 神又在當中如何行的旗事 可是呢? 因為什麼? 因為年代太久遠了 已經呢 都是變成是一種傳說了 他們有沒有經歷過這樣 上帝的慈愛跟信實 沒有 他們大部分留下 看到的都是什麼? 看到的是歸一條 以至於他們沒有辦法去明白 原來這個世界上 還有一個人 是願意愛他的 是願意為他捨生命的 這個好牧人為了自己的羊 最後是犧牲了生命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在當中裡面呢 當耶穌在前面 講了這樣的比喻的時候 他們是不明白 所以後面呢 耶穌接下來就繼續的 在跟他們來講解的時候 他就怎麼說呢? 他說到 欸? 其實呢 它是羊的門 然後呢 這個羊的門 剛剛我講到 門是什麼? 門是一個出入的一個地方 然後呢 羊的門呢 也是羊進入羊圈的正常唯一途徑 是正常唯一途徑 不是那種奇奇怪怪的 是那種旁邊挖地道 或者是 是正常的唯一途徑 也是什麼? 羊圈的一個重要的保障 所以你沒看到 如果你們在蓋房子的時候 其實圍籃 圍籃是一個重要的保障 門也是一個重要的保障 耶穌他在 約翰福音的第十章第九節 就說到 他說 我 就是什麼? 門 然後他說到說 凡從我 進來的 必然什麼? 得救 並且什麼? 出入會得草吃 這個草 得草吃的意思就是可以捨得到什麼? 餵養 得到餵養 得到餵養 所以在當中裡面呢 我們就看到 其實耶穌他就說 祂 是門 而且呢 從我進來的 必得救 而且 進出入得草吃 各位你們有沒有想到 一個很類似的一句經節 主說我就是 道路 真理 生命 對不對 很像嗎? 然後呢 然後呢 下一句 下一句講的就是 凡不借著我的 沒有人能夠到父那裡去 所以 所以其實你就知道 其實約翰福也很有意思喔 他記載了兩個很相近的話 但是是一樣的意思 所以 如果我們沒有 借著耶穌基督 我們是沒有辦法到父那裡去的 為什麼耶穌基督這麼的重要 是因為 祂的身份 祂是神 祂也是人 祂道成了肉身 為了我們的罪而死 因著祂流的寶血 使我們本來跟上帝隔閡的那個罪 怎麼樣 被洗淨了 得以救贖 這個很簡單的記號真理 但是那個時候的人 沒有機會明白這個事情 所以他們那時候 與救恩有份嗎? 與救恩是無份的 除非他明白這個道理 相信耶穌基督 我們現在是如何的有恩典 我們一聽了這個好消息 我們願意相信耶穌基督 是我們救主 我們有分 所以在這個時候 耶穌祂透過這個時刻 祂告訴了百姓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情 就是說 祂說我就是門 凡從我進來的必然得救 而且出入得草吃 我們以後 就不再是流離失所了 我們以後也不用再去擔心 哎呀 要每天要為這個草而努力 因為呢 我們已經得到那個什麼 真正生命的良貌 就是耶穌基督 那賊為什麼要來呢? 羊活得好好的 賊為什麼要來? 賊 賊來了 第一個 剛才我老師也講到重點了 第一個要什麼? 偷養 因為要偷竊 然後呢 還要什麼? 殺害 毀壞 各位 賊真的很奇怪 照理來講 他偷就算了吧 你拿走 偷走就算了 對不對 你幹嘛 你幹嘛還要殺害 還要毀壞呢? 為什麼? 好奇怪 照我的 我這個小腦袋想 我想說 你賊嘛 賊他通常跟強盜不太一樣 如果你們有讀過 稍微知道一點法律 這個偷竊罪 跟那個殺人罪是不太一樣的 還有搶劫勒署 這個罪的罪行的判斷是不一樣的 偷竊的罪的罪行比較輕 他判的年也比較少 你如果搶劫 搶劫還要看等級 如果你動了刀 沒動刀 動了槍沒動槍 還有那個意圖不一樣 都有那個罪行 罪都不一樣 但是如果你是強盜罪 以前在那個 動員勘亂時期 強盜罪是要被牆壁的 偷竊還不會被牆壁 強盜罪是一定要判死刑的 以前在那個動員勘亂時期 所以 奇怪這個賊 偷就好了 幹嘛還要做 後面的兩個步驟呢 你們有沒有覺得很奇怪 我一開始預備的時候 我也覺得 蠻奇怪的 奇怪 如果這個偷了一批 如果那個主人又放一支 放一批 我是不是可以繼續偷 我幹嘛還要那麼累呢 為什麼一直要把它毀壞掉呢 其實各位你知道嗎 這個是一個心態關鍵的問題 因為這個賊 因為這個賊還有強盜 他的目的不是光要拿去換得金錢而已 而是要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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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賊不是一般的賊 耶穌在講這個賊的時候 他講的是誰 講的是撒旦 講的是撒旦 這三個 這三個 是撒旦的特質 撒旦是說謊人的父 撒旦他要來做的事情 就是什麼 偷竊殺害毀壞 不是光偷而已 而且還要什麼 殺害 而且要毀壞 而且撒旦還會騙你 讓你去走到歧途去 我不知道各位有沒有注意到 前陣子那個時候 剛韓國的疫情剛發生的時候 他們是最大爆量的那個是在什麼地方 欸對對對 新天地教會 雖然這個教會叫新天地 聽起來好像蠻屬靈的 我們在這個 這個 這個啟示錄當中 有看到這個 將來會有一個新天 新地 也有一個新耶路撒冷 但事實上 這個教會是有問題的 因為呢 這個教會 這個教會 這個教會居然有一個教主 而且這個教主說 他自己就是什麼 說他是神 說他自己就是神 所以各位 在這個世界上面 有很多很多的事情 很多很多的人 會要讓我們去分心 要讓我們去搞不清楚 到底我們真正要相信的是誰 所以很多時候你要知道一件事情 異端邪說 邪教都是要讓我們遠離神的爭道 如果你不了解神的話語的時候 很容易我們就入了什麼 迷惑 而且這個迷惑還不是普通的大 先不要說別的迷惑好了 我們就講去年去年香港發生了什麼 反送中 對不對 反送中的時候呢 其實 香港的教會 就有很大的爭執 因為呢 有一派說這樣 有一派說那樣 那麼大家實在不知所措 真的求主怜悯我們 我們要真的在這個末後的時代裡面 需要知道 到底真正上帝的心意是什麼 如果我們不讀經 你是完全不曉得 所以我們信仰的根基 是建立在什麼上面呢 是建立在神話語上面的 當然我們在剛信主的時候 我們有很多的經歷 經歷上帝的什麼 封聖 經歷上帝的恩典 祷告蒙應允 經歷很多神奇奇事 但是那些經歷呢 不能夠成為我們信仰的根基 我們真正信仰的根基 要是扎根在上帝的話語當中 這不是叫你說 當一個法律賽人去 拿著上帝的教條去論斷別人 不是的喔 而是我們要真的知道 上帝的規定是什麼 他為什麼要定定這些事情 神的話語在哪裡 教導我們 情感的經歷可以有 但是那是最後的部分 我們要建立在神話語之後 第二層是什麼 你們知道嗎 信仰的根基的第二層是信心 最後才是我們真實生命當中的經歷 就是幫助我們 所以回到這剛剛上面來的時候 我們就知道一件事情 賊他要來 魔鬼要來 他就是要做這三件事情 偷竊 不光是偷你的錢財而已 魔鬼現在最常做的一件事情 是偷你的什麼 時間 讓你去瞎忙 讓你去做一些 你可能 本來只要花一分鐘要做 達到的事情 他就要你花什麼 十分鐘半個小時 讓你去浪費時間 浪費時間 你不要親看這個事情喔 浪費時間浪費什麼 生命 我們人的生命有限啊 真有限 各位 你知道現在 很多 如果你們去 喜歡去看那些 休閒的那些文章跟書籍 你會發現呢 現在其實 華人的文學 中文的文學 大量的充斥什麼文章 你們知道嗎 穿越文 你們有沒有聽過 有沒有聽過 穿越文 某某 在笑 就是穿越文 什麼叫穿越文呢 就是我 我可能 這是 小王 小王這個 生活的 可能是 突然走路走到馬路 走到 突然天外砸來一個石頭 我就穿越回到了 這個 十八歲的我 我的人生 就再來一次 對對對 對 感謝主 吳老師沒看過 哈哈哈哈 各位 然後十八歲 重來的時候 哇 我有所謂的金手指 哈哈哈哈 然後呢 我知道這個股票 什麼時候買了賺錢 我知道這個 什麼時候 這個彩票 會中錢 現在很多這種文章啊 欸 為什麼 為什麼 這種文章越來越多 你知道文章這種 越來越多 代表它有一定的市場 為什麼 因為大家對於 現在的生活 不滿意 想要 但是 請問 我們現在這樣的人 可以砍掉蟲鏈嗎 不行 砍掉蟲鏈是那個電動玩具的講法 我們人能砍掉蟲鏈嗎 我們人不能砍掉蟲鏈 為什麼 因為我們人生只有幾次 一次 我們人生可以重來嗎 不能 所以呢 他就寫著在幻想文章 因為他對現實的不滿意 幻想他自己可以回到的過去 然後 然後怎麼樣 各位 這個是真的嗎 這個不是真的 你當你花時間 啊 在那邊 想要 想要 扣過 靠這些看這些文章 心裡得安慰得滿足的時候 也中了鬼記了 為什麼 你的時間被偷竊了 看文章要不要花時間 看小說要不要花時間 要花時間啊 這一花一小時 兩小時就過去了 你的時間一小時 兩小時 可能做家事早就做完了 洗衣服就洗完了 做飯做菜早就洗完了 你就花了幾個小時過去了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 魔鬼現在最常做的偷竊 不是偷金錢 偷我的什麼 時間 這真的要很小心 殺害 殺害什麼 各位 當我們現在 沒有在注意神心意的時候 我們可能不知不覺 我們就站在錯的一邊 殺害什麼 殺害生命 毀壞什麼 毀壞人的根基 毀壞信仰的根基 很多 很多 你不小心都不知道 當我們不小心不知道的時候 不代表 這些事情沒有發生 我們真的要禱告 求主保守我們的孩子 保守我們的年輕人 各位 你知道你的孩子現在做什麼嗎 孩子就是你看到的這樣嗎 不知道 不知道 我在帶領這些孩子的時候 他們在我面前很乖的 可是你知道 當我在這邊改作業的時候 他們在這邊玩耍的時候 那個又不一樣 這還只是這樣的一個距離短短的差別 真的 那孩子們 我們要為他們禱告 但是 你說我們 我們要隨時把孩子綁在身邊 那也不對 因為呢 你把孩子綁越緊 孩子在面前乖乖的 可是他背後 那個反叛 那個跳動 是更大的 我自己本身以前就是這樣 我不是有常常講過嗎 我媽是如此的管制我 我在她面前超乖的 但是我背後怎麼樣 你們都還記得嗎 對 抽煙 然後去幹嘛 飆車 怎麼樣整個都有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 求神幫助我們 在教養孩子的事實上 真的要有從上來的指揮 要不然呢 很容易 我們時間被偷走 我們呢 我們有很多生命當中重要的部分 我們就站在錯誤的地方 就開始被毀壞 被殺害 求主幫助我們 好 耶穌來是為了什麼 耶穌來他為的是什麼 大家都知道耶穌來是拯救我們 但是在今天第十章裡面 耶穌來他說了一個很特別的一個目的 他是為了要 教養得生命 就是剛剛大家講的拯救 而且呢 叫人得生命喔 還要什麼 叫我們得得更豐盛 得得更豐盛是什麼意思 我們已經得了生命了嘛 我們得到救贖了嘛 對不對 得了生命啊 那什麼叫得得更豐盛 你們有想過這個問題嗎 以前有 你們有想過這個事情嗎 雖然你 你我可能都已經讀過 這個經文好多遍了 你們有想過 什麼叫做得得更豐盛 什麼更多 豐盛我們都知道是更多更多沒錯 什麼更多 各位 各位 我 我有限的小腦袋 是這樣子看的 請大家來聽聽看 如果覺得正確 你們就心裡阿悶 如果不正確的請私下告訴我 我真的在預備的時候 我的領受跟看見是這樣子 我們當然已經都得了生命了嘛 這沒有問題 我們得了這個 救贖的恩典的福音 什麼叫得得更豐盛呢 其實就是不再懼怕 不再懼怕 為什麼我會這麼分享呢 你在當中裡面 你會發現 其實我們的生命當中 雖然很多時候 我們已經是基督徒了 對不對 但是你有沒有聽過 基督徒有人有憂鬱症的 有沒有人有其他的一些精神上的狀況 有沒有人去自殺的 有 為什麼他已經是基督徒了 可是他會有憂鬱症 他還會有這樣的一個狀況 跑去自殺 為什麼 都已經受洗了 都已經成為神的兒女了 為什麼他們會這樣的一個狀況 有沒有這樣子 其實是因為 魔鬼在前面做了剛剛講的那三件事情 不斷的欺騙我們 讓我們 當中受了魔鬼的迷惑 讓我們忘記了 我們已經被拯救的身份 我們是屬神兒女的身份 同時 我們活在懼怕裡面 各位 當現在武漢肺炎的疫情 不斷的加徵的時候 雖然我們是基督徒 你們會不會怕 會 會怕 當然會怕 怎麼不怕 當傳方告訴我說 欸 他在第一線接觸的時候 有 可能那個老爺爺老奶奶 有咳嗽的時候 欸 我心裡會怕 怕什麼 怕他感染啊 我愛他嘛 我當然不希望他被感染嘛 我也會怕怕什麼 好好回來之後 會不會感染給我 會不會怕 會啊我是人啊 你會不會這樣想 你會這樣想 我們要誠實的面對啊 可是 你雖然會怕 但是你要知道 雖然會怕 但是 你要知道一件事情 你是誰 神的兒女 你就是神的兒女 當然不是說 我是神的兒女 我講完我就穿了一身金鐘灶鐵不散這樣子 無形的可以擋過所有的病毒 這是有會發生的 神會保守 但是 你更重要的事情是 你已經是神的兒女之後 你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身份 那個身份 是你所忘記的身份 你有什麼天國的門票 你知道你的生命不是只有到今生而已 你的來生在哪裡 你的來生是與神同在 同在那個地方在哪裡 在天堂樂園裡面 是什麼 是好的無比 你在地上是暫時的 地上不是永恆 你在哪裡是永恆 你在天上是永恆 地上 當我們死去的時候 我們帶不走任何一個東西的 我們連這個身體也帶不走 不是嗎 但是你卻可以回到哪裡 回到神創造主的那裡 那裡是好的無比 不再有什麼 不再有飢荒 不再有病痛 不再有悲哀 不再有其他的事 你就在那邊與主同在 天天 每時每刻 敬拜讚美他 多麼的美 多麼的美 你不再擔憂了 不再掛慮了 所以各位 是的 我們在地上 我們會遇到 這一些事情 我們會經歷 有人會說 為什麼我並沒有得醫治 有人會說很多很多 為什麼我所愛的 我這麼愛的家人 他會離我而去 不明白 但是你要知道一件事情 你不是只有今生而已 你有來生的 你的來生在哪裡 在天上 與生同在 看得到嗎 你現在看得到嗎 看不到 那你為什麼要相信 因著信心 因著信心 因著已經有見證在那裡 為我們作證 要不然我們所看得 我們所相信的是什麼 是虛的 所以西伯萊書要好好看一下 新約的西伯萊書有講到這個事情 好 所以我們要得到更豐盛 真的就不要再懼怕 好我們來看好牧人跟故宮的差異喔 好牧人怎麼樣 故宮怎麼樣 當遇見困難 遇見危險的時候 好牧人會留下來 故宮會怎麼樣 撇下仰逃走 其實還蠻正常的喔 然後呢 好牧人會餵什麼 餵養舍命 然後故宮會什麼 不顧念養喔 好 所以這就是好牧人跟故宮的差異 所以我們要禱告求主幫助我們 我們是不是在生活生命當中裡面 有什麼時候我們是好牧人的樣子 有什麼時候我們是故宮的樣子 這個要跟上帝來禱告 因為這個差別是非常明顯的喔 我們還有一個加強版的使命 你們知道嗎 這個加強版不是我們的啦 說錯了 這是耶穌的加強版使命 它是什麼呢 他說他要去領圈外的羊進來 我們看一下這個 約翰福音的十章十六節 請大家翻開聖經我們看一下 約翰福音的十章十六節 好翻到了我們請一起來攻讀十六四七十八節 請 我另外有羊不是這圈裡的 我必須領他們來 他們也要聽我的聲音 並要合成一群 歸為一個牧人了 我父愛我 因我將命捨去 好再取回來 沒有人奪我的命去 是我自己捨的 我有權柄捨了 也有權柄取回來 這是我從我父所受的命令 所以其實在這邊呢 耶穌的加強版使命 除了他要是好牧人之外 我們有看到他有三個加強版的使命 一個是什麼 領圈外的羊進來 而且呢領完來之後 他第二個要進一步要做什麼 圈外跟圈內的要 合成一群歸於一個牧人 什麼意思 圈外的羊 圈外的羊就是我們 就是我們 圈內的羊是誰 以色列的我們的屬林長兄 這是圈外的羊 圈內的羊 所以最後的時候 圈內圈外會什麼 合一成為一群 歸於一個牧人 所以以色列的百姓 他們就不再不是 不承認耶穌基督了 現在還是他們不承認耶穌基督 為什麼 因為他們不相信耶穌基督就是米賽 但是時間到的時候 他們就會打開他們屬林的眼睛 看見原來耶穌基督就是米賽亞 米賽亞已經降生了 然後呢 在這個駕當板實名最後 耶穌說了他的遇難 對不對 他怎麼說呢 他說 我父愛我 因我將什麼 命捨去 好再取回來 講的就是他父我 而且呢 而且這個命是別人奪去的嗎 其實不是喔 雖然看起來耶穌的受難 是羅馬官員的逃避責任 然後呢 以至於最後耶穌受死 可是事實上呢 不是因為人 耶穌說如果 不是他自己願意的時候 其實沒有人能夠把他的命奪去喔 而且這個是誰的命令 上帝的命令 神的心意 他要來完成上帝的這個大使命喔 這個心意要來拯救 好 但是呢 但是 猶太人明白嗎 他講完了之後 不要說猶太人了 我們如果不認識耶穌基督 你聽了耶穌基督講這個話 你聽得懂嗎 到後面聽不懂 真的 羊的部分我覺得大家可能還會懂 因為那個時代很多人在牧羊 那個比喻還算不會太難 但是後面來說到 講到這個另一圈的羊 圈外的羊的時候 感謝神我們是兩千多年後的人喔 我們經歷過 看過我們有了這個知識之後 我們才明白神的奧秘 我們如今明白 但是那個時代的人是不明白的喔 因為他們沒有經歷過這樣的事情 所以 不光是不明白喔 猶太人 為了這個話 又怎麼樣 起了紛爭喔 有的人說 欸這是什麼意思 這一派那一派 然後呢 後面三十一節說到 猶太人要拿起石頭要來打他 這中間有十幾節的經文 講的後來就是耶穌自己的自證喔 他講到說 他是誰 我與父原為一喔 我與父原為一 這個話很嚴重喔 很嚴重 為什麼說很嚴重呢 因為代表就是我 講白話一點就是我跟上帝是同一個 哇 猶太人生氣了 上帝這麼至高無上的神 主耶和華 他們連 你們知道耶和華這個名字 都是 猶太人 因為敬畏神而有了這個名字 要不然其實 神的名不是耶和華 他是什麼 亞威啊 你知道 耶和華還是一個 稍微變了一下的一個名字 猶太人是不敢直接叫上帝名字 他非常敬畏神 所以如果敬畏神的人 你聽到有人說 我就是上帝原來的華為一 你會想起嗎 會啦 會想起啦 所以為什麼猶太人要拿石頭來打他 因為耶穌說了這個話 但是我剛剛講了 我們現在是何等的有幸 我們知道耶穌是誰 對不對 那時候猶太人 他不認識耶穌基督是誰的時候 其實他們的反應還蠻正常的 但是呢 因為呢 他這樣一個關係 所以猶太人在當中裡面是不明白的喔 好 我們繼續再來看下去喔 那耶穌的證詞 我們來看一下耶穌的證詞喔 耶穌回答說 我已經告訴你們 你們不信 我奉我父之名所行的事 可以為我做見證 只是你們不信 因為你們不是我的羊 他這都講得明白喔 你們不是我的羊喔 他說我的羊 什麼 聽我的聲音 我也認識他們 他們也跟著我 我又賜給他們什麼 永生 他們永不滅亡 誰也不能從我手裡把他們奪去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 你還要不要怕五萬肺炎 不要怕啦 因為呢 神給我們什麼 神給我們永生了喔 我們 有永生盼望 我們雖然肉體會死 但是我們怎麼樣 永不滅亡 是神自己說的喔 所以呢 我們要知道一件事情 然後29節說到 我父把羊賜給我 他比萬有什麼都大 誰也不能從我父手裡把他們奪去 所以你看到28節說不能 所以誰都不能把我們從耶穌基督手裡奪去 也不能把我們從上帝的手中奪去 魔鬼再怎麼騙騙騙騙騙騙 可是如果今天當神要保守你 聖靈保守你的時候 你能不能夠明白 你會明白 原來神 原來魔鬼做了這些事情要欺騙我們 最後他說到 他說我與父原為一 這個就是耶穌的資證 所以為什麼 因為他永遠會很生氣 因為他說他跟上帝是一樣 但是我們現今都知道 三位議題的真人是哪三位 聖父 聖子 聖靈 聖子如今回到天上 跟聖父在一起 他派什麼 聖靈保會師在我們當中 身為我們的隨時的幫助 身為我們生命當中的中保 所以感謝主 我們如今有聖靈與我們同在 所以呢 我們就不要再懷疑了 我們就好好的跟隨什麼 我們身為好牧人喔 所以到最後呢 許多人就來到了耶穌那裡 他們說 約翰一件神蹟沒有行過 但約翰指著這人 所說的一切話都是真的 這個約翰講的是誰 施洗約翰 不是那個使徒約翰不是 是施洗約翰 然後呢 最後在那裡信耶穌的人就多了 各位弟兄姐妹 今天的信息分享到這邊結束了 可是 接下來我們要回到 我們所在生活的地方 我們仍然要面對 很多艱難跟挑戰跟不容易 我們身邊的家人裡面 我們跟他的關係 還有呢 我們在當中執掌的生活 還有呢 還有很多很多的方面 我們要去面對 但是今天 耶穌基督他告訴我們 他已經來了 而且他來 是要為叫什麼 養得生命 得得更豐盛 各位弟兄姐妹 得得更豐盛 不是說我們有了一百萬 如今是得一千萬 不是啊 當然 財富的祝福是有的 是有的 我們不能說沒有 財富的祝福一定會有 然後呢 但是神是按著他什麼 他的心意良給我們 你需要 上帝都明白 是他給我們 並且祝福我們 我們是什麼 我們是這個金錢的主人嗎 不是 我們只是管家 上帝給我們這些豐盛的錢財 我們就知道一件事 我們不是主人 我們是管家 我們要詢問神說 我們要怎麼樣來分配 上帝所賜給我們的財富 讓這些財富 可以成為更多人的祝福 然後呢 我們一起最後來讀這段話語 請 神是個靈 所以拜他的必須用心靈和誠實拜他 感謝主 當今天我們早晨 我們在祷告會 用舉目仰望 這首詩歌來敬拜的時候 我們是用我們心靈跟誠實敬拜他 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 我們的心 單單的被神來信 因為我們真知道 我們舉目仰望的 不是那個天空而已 而是仰望的是誰 是已經復活的主耶穌 各位 主耶穌是我們最好的牧人 在這個時刻 在這個外面疫情 恨行的時刻 耶穌是我們的好牧人 他此經帶領我們 擁有這個復活的生命 所以不要再懼怕 不要再害怕 讓我們緊緊的跟隨他 我們最後 再次用這首舉目仰望 這首詩歌 一同來敬拜他 這首chten歌 featuring要狂山師匯 聖怪人 只不仰望 仰望耶稣 仰望主耶稣 拥抱 这时光 神经一真实 全能生 主的荣耗 你等我们 起来悬崖 悬崖我主 因为他在 永远长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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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请私心继续 我们要来祷告 我们恳求上帝真的帮助我们 让我们在这个 虽然武汉肺炎疫情 这样一个恨心时刻 但我们的心里面 要因着耶稣基督 因着神我们不再惧怕 我们一起开口来向神来祷告 祢主要不要赞美祢 主要不要跪着 在这个时刻 在环渝疫情时刻 主要求祢帮助 让我们的信心 逼着祢得到力量 得到盼望 可以知道祢就是我们的好护人 主要祢来信念我们的生命的 主要祢来信念我们的生命的 主要不是要被备坏的 不是要被杀害的 主要求祢带领我们 而且让我们生命得到更丰盼 主啊 祝你让我们心里面那些巨大 祝你让我们心里面那些胆怯软弱的时刻 主 祢的话语要照顾我们宅舍的那路上的光 主啊 祢就是那道路尊与生命 引导我们走那一路 主求祢帮助 帮助我们鼓励圣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姐妹 在这个时刻来紧紧的抓住祢 紧紧的依靠祢 主啊 能依靠祢盛过这些疫情 盛过一切 我们要为着自己再次来到神的面前祷告 我们要斥责那些魔鬼的诡计 让魔鬼不再去偷弃我们的时间 杀害我们的生命 毁坏我们的根基 我们一起开口来向神来祷告 使得主耶稣 祝你帮助我们 让我们的生命要来归给主 归给友好 归给生命 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时间 我们都不太归给自己 主啊 祝你让我们做一个智慧的管家 有成智慧的管家 知道该怎么样分废我们的时间 分废我们的金钱 分废我们的神 所有的一切一切全然折磨给你 主啊 让我们不要中二者的奴隙 让我们在每天的生活当中里面 愿意把生命现在主的面前当做无敬 求你来乐大 求求你来帮助我们 我们同谢你 一起来宣扬 宣扬我主 因为他自来永远掌扬 起来掀扬 掀扬我主 因为他自来永远起来掀扬 起来掀扬 掀扬我主 因为他自来永远掌扬 起来掀扬 掀扬我主 因为他自来永远掌扬 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天父上帝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与交通 常与众弟兄姐妹同在 从今时